計時二十分鐘 計時開始 大家好 我是政部會長一號候選人 我是會長候選人 王一辰 我是部會長候選人 劉沛成 我是高一文 王一辰 我熱愛語言交際 所以當初選擇加入的學生會 我也就是藉由學生會的大小活動 一方面提升自己能力 同時也可以撿到更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好朋友 所以也感謝學生會的學長姐帶領著我 讓我這學習度我的無比的充實 因為此我決定參選學生會會長 同班們一起努力 創造出更優質的宗民 我是一個擅長與人相處 擁有不錯人際關係的外向女孩 在處事方面 我也努力積極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也有不錯的領導能力 能帶領著團隊的大家一起進步 在加入學生會公關組之後 我們和學長姐一起跑特約 參加過大大小小的活動 在這些活動的參與過程中 我們也一次一次的成長 不管是領導能力 還是溝通技巧 看著學長姐們努力的背影 我也想和他們一樣 盡自己的全力去做到最好 和夥伴們一起努力 盡力協助會長 帶領下一屆的學弟妹們 求做到最好 學校有學校的立場 學生有自自的渴望 學生會存在的目的 便是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在合理的範圍內 為學生爭取最大的權利 如果有機會為大家服務 我們會實踐自己所提出的證件 並收集同學們多元的建議 在歷經這半年的努力過程 學習的過程中 我們也將傳承學長姐的精神 帶領下一屆的學弟妹們 創造更好的忠明 那這邊畫的是我們的五條證件 有廁所加裝掛鉤 票選加餐菜色 福利社加廠商 票的書箱設置 打造忠明APP 那第一條畫就是廁所加裝掛鉤 更衣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我們學生共同的大問題 所以我們學生會和總務處主任檔案號 在三棟樓每一間廁所的廁所裡面都加裝掛鉤 那這個掛鉤能讓我們更加的便利 至於加裝的時間 掛鉤的材質 都由總務處主任會請專人來評估 選出最優質 最耐用的掛鉤 那其他設備 像一些隔板 或者是其他學生所需的設備的話 我們都會在一一的向總務處提請 那他們總務處的話 也會慢慢的撥出更多的預算 讓我們來做這些加裝的部分 那第二條的話 就是漂流書箱的設置 我們學生會和讀書館合作 預計在三樓會議室的地方 加裝設置漂流書箱 那這個漂流書箱的話 我們會蒐集 高三即將畢業學長檢查他們所不用的教科書 這些教科書上面都有高三學長檢查他們的增肌 那這些增肌的話 都是一般的教科書無法比擬的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會蒐集各教室 他們因為版本不同 所以教師們不會用到 基本上都被教師們放在書櫃裡 或者是丟棄了 我們也會蒐集這些教科書 讓學生來取用 省下的到書局買這些教科書的金錢 那另外我們也會蒐集主管一些 教委老舊書籍 或是善心人士 他們重複捐贈的圖書 那這些圖書全部拿入我漂流書箱 那這漂流書箱的話 我們也會有總圖書館的主任 來請廠商製作這個書箱 那這個書箱的話 也會有圖書館製工來以每一到兩天做不定期的檢查 以及整理 那我們學生會也會每週五的放學 做進行總整理 好 那我們第三條的話是 再來是福利社加廠商 福利社的存在提供了我們便利的採購 但總之是相同的口味 難免大家都膩了 這裡我們也將以問卷調查的方式 收集同學們對於福利社不同的建議 不管是想要增加更多元的食品 提供現在所沒有的文具用品 又或者是其他需求類的商品 我們也和福利社負責的幹事老師 還有阿姨做過討論 他們都相當支持我們對於福利社的改變 我們也將詢問長藝高中的福利社廠商 因為長藝高中和我們一樣是高國中合併的福利社 所以法條相同的 我們會讓福利社變得更好 但是是必須在合理的範圍內 而且是不為難阿姨和幹事老師 我們會更積極爭取合法的廠商 讓大家都可以快快樂樂開開心心的去購物 那第四條的話是我們的票選加餐菜色 我覺得每學期固定會有兩次的加餐 為了就是讓我們的銀行午餐變得更加的多元 因為我們學校的銀行午餐基本上強調的就是天然的滋味 比如說大骨湯 這個就是沒有添加味精的最佳證明 那為了讓這些營養午餐變得更加的豐富 我們決定有兩次的加餐 那這個加餐 雖然有些人可能會不滿意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個真的是好滋味 平常比起來真的是無與人民 所以呢 我們決定用票選的方式 選出最多人 他們最想要吃的菜色 我們自己想要的加餐 我們自己投票做決定 最後是打造中民個人APP 這也是我們在跑班的時候 大家提出最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APP是將結合各社團資訊 各處事資訊 還有圖書館的查數碼系統 我們也會將APP設計成兩款 就是兩種不同的系統 我們有安卓還有iOS系統 然後這裡我們也把大家所在跑班時候提出的問題做過整理 第一是關於經費 我們這裡有詢問過校長 校長相當支持我們這個充滿主題的想法 所以他會為我們爭取經費 再來是上架管道 我們一定會找到一個安全且合法 保證各自不外流的網站做上架的動作 讓同學們可以免費下載 再來是設計的問題 我們由高一的同學負責 並會請教專業的電腦工程師 來替我們做協助 還有再來就是管理及交接的問題 我們將會把這個APP的課程列入 未來文書組的學弟妹的學習課程內 讓這個交接的活動可以非常的流順 然後平常的管理作業系統 也會有文書組做負責 以上的話是我們虎條證件 謝謝大家 請問有任何的疑問嗎 喂 你們說管理上一頁 管理學習交接的東西 你們說要把那個APP的管理學習課程 交給下一屆學弟妹的學習課程裡面 可是你確定每個人都學會內容的東西嗎 就是我們會從 就像我們現在在跑特約一樣 我們一定會選出最適合學弟妹 至於那個課程裡面就是最親密 就是可能對於個子這部分的課程 我們一定是不可能 學弟妹也進來就交給他們 一定是等到之後我們也會有選幹的動作 然後也會把這個管理的課程列入選幹的動作 就是選幹的考試裡面 可是我的意思是指那種東西 應該是要 不是每個人都學的會嗎 那種東西 可是我們一定會找出適合的人選 假設如果都找不到內容 你要怎麼辦 我們會教導學弟妹 一定會讓他們學會 這是我們的責任 謝謝學長 學長 就是你們福利社加廠商 你們有沒有先去確定 說我到底哪些廠商是可以的 因為你如果現在提出這個證件 結果你到時候上幹之後 全部都跟我們講說 因為國中部然後不能加 那你們這個證件不是就沒有用了嗎 你們有沒有先去問過 哪些廠商是可以的嗎 有像是長藝高中的光學 他們就是願意提供給高中跟國中 合併的福利社廠商 所以這裡我們之後 我們會以學長會的身份 然後去問他們 就是找他們做洽談這方面 然後也會有其他 像是現在慧文席院這些 我們會先從市立高中的廠商 先問起 然後一家一家都是做詢問 我們也會講他列入 就是未來公關主負責的範圍內 謝謝學長 цy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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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ómo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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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漂流书箱就是设计在哪里 所以你们会有人就直接在 就类似志工之类的 然后就直接在那边在我们借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 因为总不能说让学生说 就自己去拿拿走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输的话 到最后会怕说有人拿借 然后就比如说你忘记话 那到最后就会 没有人分享到那些资讯 这里我们的漂流书箱 是收集同学们所不要的旧书 所以是他名字顾名实际就是漂流 所以是同学们 如果你看了喜欢了 你就可以拿走 然后这里我们也会讲 每一本书上贴上属于中名的mark 然后房子做转卖 或者是大量取购 然后拿去做买卖的动作 然后这漂流书箱的书籍就是 现在你看到你喜欢了 就可以做拿走 然后我们也会在每个月 定期做募书的活动 然后让同学们 提供家里所不要的书籍 不会让书籍的来源断掉 所以他是同学拿 就可以直接拿走 就不用再缓 对对对 然后可能你现在看一看 然后你觉得这本书其实还不错 然后你也想 就是你看完你想丢掉 其实你也可以拿回来放 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会有 志工每天去定期的整理 所以那里的整个漂流书箱 上面的书并不会凌乱 好 好 谢谢 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就是 漂流书箱那个 那个漂流书箱 我们刚刚有讲过是 教科书性质的书也可以捐赠 那请问如果打考方向 或者是书籍方向已经改变的话 那些 教科书怎么办 还有那些 如果没有人去拿 那那些书就一直摆在那边 你们会怎么处置 那如果是大广方向改变的话 那那些教科书 虽然是已经不符合现今的大广方向 那它还是有它的用处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 将它摆置在我们漂流书箱内 那如果是一直没有人去取得书的话 这个 那我们的话也会在 每个学期的学期末 做淘汰的动作 那请问这个淘汰的动作 那你们说是拿去做书刊卖吗 还是说是怎么样 对啊 那我们会把 像是把它卖到厄所书店 再将这些金钱全部拿我们会费 那这些会费的话 也可以再为学生们做一些不一样活动 那还有那个 就是如果像是高三他们学测 或者是职考完之后 他们留下来的书籍 大多数都会是有用的 毕竟大家都想要看 能上一流大学的人的笔记 那么这些笔记 是不是可以把它拿去做整的银本 之类的 让大家一起攻略就好了 为什么还需要 让大家拿了就拿了 那银本的话也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可是因为影印的话 还需要一些经费 那 可是影印 虽然是一个好的想法 那我们也会把它纳入 我们的 选项之中 谢谢学长 就是你们那个福利社增加厂商的那个证件 就是一开始福利社阿姨她是她是因为就是每天卖的东西都会剩很多 所以她才会没有进那么多厂商 那如果之后你们进了厂商 然后 每天的就是剩下的东西都很多的话怎么办 就是会有浪费的问题 这里 因为阿姨每天都会做那个货量的统计 就是今天卖的剩什么 然后 这阿姨都会做评估跟统计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的 食物或是商品类 就是需求类的商品 我们也一样会列入统计的方式内 然后如果这项商品是大家不喜欢的 那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再换其他项 一定会就是会让大家找到一个大家都可能一出来 就大家就想要买的东西 因为我们也会收集大家的建议 然后这些商品是提供大家所喜欢的 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漂流书箱嘛 漂流书箱刚刚有说到就是会设置在三楼 那么 可是 因为它还是定点 定点那大家去拿的话 还是有一些不便 那就跟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跟在图书馆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 为什么我们还要耗费一些人力跟资源 就是把那样东西摆到别的地方去 而不是直接摆在图书馆就好 读书馆那边也有人可以去做准利 我们不需要花费那么多 就是用多摸一些人到那边去 好那 顺帮面的话 因为基于位置 就是基于每个班级跟图书馆的位置都过于遥远 所以我们把它设置在一到五层的中间池三楼 那今天这个会议室 其实我们 也不是想要壟断什么图书馆的 什么大家去借阅的私训量那类的 我们只是想多一个广告 让学生们有多一个选项 就是这样 谢谢 喂 喂 好我要针对那个厕所的挂钩 就是你那个在厕所那个墙壁上面用挂钩嘛 啊然后你要把衣服挂上去的时候 厕所那个墙壁不是都很脏吧 然后你要把衣服挂在上面 然后再帮他擦墙壁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为什么 厕所的角力未章 那都是因为打扫班机的人 对啊 打扫班机没有进到五层的 所以我们也会加强校方圈到换 可是现在你看那个 觉得�preering呢 那这样就表示说是这一届的学生会 kanske没管好啊 因为你现在在厕所都这么好 喔 我们会加装挂钩 是因为是希望同学们再更衣更便利 现在如果没有这个挂钩 我们就等于要直接把衣服放在肮脏的地板上面 那个打扫班级就是有时候已经很认真的在打扫了 他们也扫得很辛苦 可是因为厕所会有老旧的问题 它会越来越久 挂钩是让同学们可以把衣服挂在上面 你可以拿一个塑胶袋去把它装起来 然后这挂钩也会独处打扫班级 要让这挂钩不会就是肮脏这样 你刚才说用塑胶袋装起来 那不会直接描装挂钩 然后把衣服放到塑胶袋里面放在地板上就好 你每天放手包袋一个塑胶袋 那我们发给家装夺放工那其实很变厉 如果你需要塑胶袋 那你可以自己期待 谢谢 我的问题是关于票选加餐菜色 这里是写说一顿午餐是40元 那请问你们是餐会有叫冲 就是餐会 加餐会有叫冲值的午餐钱 那这样子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午餐价钱会提高到超过40元的价钱 还是只是单纯就是比如说三样菜色 然后把一样菜色换掉 菊姐这里就是我们学校每一餐的午餐钱是40元 然后有28元是菜筋的钱 剩下的钱是要支付给阿姨的薪水还有水电费 然后这里的加餐是学校每年会活出来的 在每学习两次的加餐 所以每次的加餐是5万块的钱 然后这5万块的钱就会在我们的加餐里面做使用 所以在每一次的加餐 我们能使用的钱一定是大于40块 然后如果大于这40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请厂商提供我们更多的菜 菜的样式或是商品让我们来做使用 谢谢 就我想问一下港大总美预议 然后你有说经费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经费是用在哪里吗 我们每一个APP要上架就需要钱 然后他也要负荷浏览器的钱 然后这个钱校长说他非常同意这个想法 所以校长愿意替我们做争取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经费 毕竟就是校长争取来的经费 毕竟不是学生会正规的来源 那如果校长没有办法 争取到足够的经费 那学生会的学生会费有办法负担不够的地方吗 我们会请 真正校长既然答应我们 我们一定会要求校长要替我们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如果有部分可能是小额部分负担不足的地方 我们也愿意多一点会费来做支出 可是毕竟我们会费还要办在 就是大家都能够参与的活动上 不同人全部都拿去支出在这个APP上面 谢谢大家 好时间到 谢谢第一组 谢谢大家